。 來 我剛才給他敬,你的雞零前的不是,文文 嘿嘿嘿 来来 哎呀 这都跑这来的 把这两天都跑给你放了一下 吃呀 狗粮啊 搭起搭吧咱都放一些东西放这 放这儿 吃吧 这几个小猫啊 我们一走啊 咱就都过去吃一下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冰陵城下 上午起床啊 我和小姐熟日熟日 准备去店里看店 家里面也能看得见哈 从我们家的小菜地啊 小菜园 这几只流浪猫啊 现在天天就在 我们的房车一左右 那早晨下车以后呢 没看着 往前一走啊 在这个茄子这里啊 晒太阳呢 所以说燕姐拿了个鸡蛋啊 和了点狗粮 因为前段时间呢 有一袋猫粮都吃完了 这狗粮现在一看 也是不少吃 回头啊再给他们弄点小猫粮往这一放 因为 怎么说呢 只要是这个山上有猫有狗 他要来呀 真的也不差这一口猫粮 我们不会去特意去管他 但是呢 在冰哥这个营地这块啊 肯定是让他 有吃 有喝 哈哈 把燕姐送到饭店以后啊 中午不忙 冰哥呀 还得去公司的房车营地看一看 因为这两天啊 一直在忙家里的事情 呃 营地的事啊 也没看 听说呀 嗯 这几天 营地的变化挺大的 那么家人们 跟我一起去我们的房车营地看一看 瞧一瞧 好几天没来营地了 营地的变化呀 确实也是挺大的 第一呢 是摆放的更加整齐 因为前几天呢 十月一 呃 小赵他们呢 已经正式的开始对外营业了 另外一个是哈 这里面的附属配套啊 也逐渐的健全 家人们看一看哈 这有小桌 还有一个比较豪华的烧烤炉 这个大炉子可挺好啊 咦 咦 打开可以烤羊排 看这样啊 这玩意儿啥都能烤 起码它够大呀 这边还有个小烟筒 起码在烤肉的时候啊 不会太没烟 看看车内现在怎么样 上里面看一看 哎 小挂灯 挺好啊 熟视的也挺赶紧的 里面有水壶 还有闻香 香薰 这个大床 这是看来是住了一家三口啊 这边都加大了一块 平常啊 这个双人床就够了 这个啊 肯定是来了三口人 看这家 那针间也行 挺好 这边啊 还支个大帐篷 然后呢 在户外啊 看这样是鞠个餐呢 都行 沙滩椅 挺好 这几个啊 帐篷车啊 也撑了起来 明年呢 就把这个帐篷车啊 放到沙滩上 那效果啊 可是会非常好 再看看这台车里面怎么样 这个啊 这个啊 看这样啊 有生活的痕迹 这一定啊 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里面住 其实天天住在这里啊 感觉多好 面朝大海 走 看看我们这块啊 还有一个帐篷超市 里面啥都有 下午啊 从营地回来 我和燕姐啊 又在车内啊 睡了一小觉 总的来看呢 睡的还不错 因为风力很好 另外一个是油混的车呀 可以铸车开空调 咪咪 哎呀 又来个帽帽 咋整的呀 这些天 山上啊 好几个 饭店呢 一到晚上就好几个蹲寿 是不是 嗯 哎呦 一会找点啥 找点串 有点串 哎呀 嘿嘿 轮流来呀 哦 你们俩都要 history 你俩都要串 我俩都要 您俩都要